我一定会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陪给你 哪那么容易我这可是都一无二的孤品行了也怪我明知道老孟脾气不好我还说那些讨人贤的小朋友怎么说也是住了十几年的林族了算了算了吧不能算了 你先歇会儿 来 没点汤好 喝点汤 这个是我跟你梦想做的 我不爱喝 妈 来 我跟你说一说那花瓶的事我这是存款吧 孩子 这个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一个人带着梦想在市里各种开销都很大 你的钱千万不能多 我跟你爸已经商量好了 准备把咱们家自己的房子给卖了 卖了 妈 咱的房子可都住了十几年了呀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你想呀 初夏 我们的亲戚都在老家 这十几年都很少联系 找他们借钱根本也没这个可能 这附近的邻居们也都是你爸的老公友 谁家也不富裕 平时你爸腿脚不方便 他们都少不了帮忙 这时候怎么去向他们开口呢 妈 要不这样吧 你跟我爸搬到市里来 不早就希望我们一家人能住在一起了 你自己都住客厅呢 再加上我们那爸挤进来 多不方便呢 再说 我这儿也住习惯了 我们也离不开这里的老邻居老街坊 我跟你爸已经商量好了 卖掉房子以后再在附近租一步 不是挺好吗 妈 我本来想顺水推舟 借这个机会 让你跟我爸搬到市里来 照你这么说 你们俩趁早打消这卖房子的念头 我刚才话没说完 我那存款呀 说出来吓死人 十万块钱 小意思 你们这孩子呀 妈知道 报喜不报忧 你想啊 你一个月也就四五千块钱 再加上梦想的开销 还有房子的贷款 也还能剩多少钱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现在不是在做销售吗 四五千那是底薪 好的时候 一个月多好几倍呢 还有那个人 不是定期会汇款吗 都存着呢 够了 你姐她又寄钱来呢 对呀 她不少呢 我回头清算一下 尽快把钱给你跟我爸送过来 放心吧 初夏 你真的手头快誉 你可别骗妈呀 我骗你干嘛呀 我骗你干嘛呀 放心吧 我妈 我是说我亲妈 她最近没有汇钱来 对吧 你也根本拿不出十万 对不对 梦想 你听到我跟姥姥说话了是吗 把咱们的小房子卖了吧 所有人都跟妈说 你不限了十五岁的孩子 可妈从来都不承认 但是现在看来 我儿子真是长大了呀 这个事 你跟妈想到一块了 虽然 这个房子 是你亲妈留给你的 唯一一样东西 当年她为了付首付的钱 确实也吃了不少块 也说了这个房子 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市里 安心 工作 生活用的 我想着吧 贷款已经付一半了 再坚持几年 这房子就彻底是你的了 可是 今年实在是发生太多事情了 而且你马上要中考了 正式用钱的时候 也要下个月就要动手术了 这个钱咱们不能不出吧 你老于平时吃药看病就不说了 再加上这十万块 妈真是找个什么样的工作 都很难填补上这个动物 妈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事 把咱们家房子一卖 都能够找到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别太心疼了 我转发以后 再给你买一套 哎呀梦香 妈 你能理解吗 我比什么都高兴 只要我母子在一起 房子是租的 还是自己的 都不重要 住哪儿 哪儿就是家 不过 最好还是赶紧找工作 知道了 妈知道错了 一家之主 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次我们要做了 他们去吃药 但我们还有一些 我们要的 下午知道 男人去做 我们要先走 那边关系 他还是在我们的 我们要赶索 那边关系 你也看着 是不是 这个卧室的采光非常好 而且那个飘窗设计的也不错 您得看看这边 您看这个客厅也是朝南 然后中间还可以打个隔断 这个桥不是沉重桥 可以随意改造 别看厨房 需不需要我再帮你们介绍一下 不用不用 我们自己看就行 你再吃饭吃饭 这卖房子的时候想得还挺容易的 真的人来了 感觉还挺奇怪的 租到新房子了吗 现在房子都不太好找 不过还有时间吗 你就好好学习 什么都别想 房子的事我来想就行了 不用太好的 无所谓了 吃饱了 我看好了 梦小姐 张先生觉得您这个房子都各方面都不错 您提的价格呢他也能够接受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找个时间把相关的合同手续办一下 这么快啊 行行行 那谢谢您了 行那我们先走了 您还有什么嘱咐呢 您看我这房子也卖了 您能不能再帮我找一个租的地方呀 没问题啊 那您想在哪个地区租啊 不管您说 我儿子马上要中考了 他想考一中 所以我想最好还能在这个附近 那您那个价格有什么要求吗 当然越便宜越好 最好呢 这个是 好 好 鸡 ON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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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车呢 送修理厂了 出什么事了 这就得问你了 不 我 你脑子秀逗了呀 你把房子卖了干嘛呀 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今天刚好送客户 路过了梦想学校 本来想带他去吃顿好吃的 结果他一上车 就告诉我这么晴天霹雳的好消息 我当时脑子懵了一下 好了 跟前面车撞了 不是 你跟梦想都没事吧 你看我这么中气十足的样子 像有事吗 梦想回去要上学生 吓死我了 没事就好 梦初夏同学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朋友 菲菲 你这说什么话呢 你要是真把我当朋友 出这么大事 你能不告诉我 这不是没来得及吗 你少来 你我还不了解啊 估计 梦想把花瓶的事跟你说了吗 除此之外 瑶瑶的医药费 梦想的学费 我爸的医药费 还有房贷 处处都得用钱 我要不这么办 还能怎么办呀 不就缺钱嘛 那我和二鹏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的人 但是帮你凑这点钱还是可以的吧 就算还不行 那不是还有李泰迪吗 就算再再再再不行 那不是还有一个审爱呢吗 菲菲 借钱就其无可厚非 可是借钱过日子 不就等于让你们养着我吗 我的生活 最后还是得由我自己来负责 梦初夏 你怎么永远都这个样子呀 这别人的脑子都是一条一条沟的 你的都能照镜子了好吗 我 手续办了吗 今天早上面试之前办好了 行了 行了 都办都办了 你让我说你啥 看你们眼色惨白 卖的房子自个儿也心疼得要命呢 我 估计是早上忙了一早上累的没事 我不跟你说了 我还赶着去郊区公园呢 郊区 你干嘛去 没什么大事 你赶紧去忙工作吧 我赶时间啊 我说 我最近不是在找那个叶教授吗 听说他特别喜欢去那个公园调留院 我想去看看 说不定能碰到他 这不在这儿等车呢 好 刚好下午我没睡 我给你去 你 菲菲 这公交车开得可慢呢 谁说坐公交车了 打车去啊 打车 那么远的多贵啊 不行 行了吧 你这十万一个的花瓶你都不嫌心疼 打个车你就心疼了 行了 算我送你去 走吧 走了 你 这一路 你还不知道 走 我对吧 你再一路 你又要不要就是 你又要一路 最后的脸 但是你在哪里 哪里 你很多人都可以 一个人都能碰到 你不在哪里 我家人都温暖 等等我 我就不明白了 这瑶瑶动手术 随便找个其他医生 不也能动吗 干吗非得找这个 什么叶教授 这个事 就得家里有病的人 才能理解 你说我要不知道 有一点生存的人吧 也就算了 找谁做手术也都差不多 可是现在我既然 听说这件事了 我就不可能当做 什么都不知道 反正瑶瑶的手术 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做 我就再努力找找 到时候就算找不到 我也努力争取过了 我的心里能好受一点吗 我说孟主佳 有的时候我都替你累 你说你就不能 不这么难为止了 你放着人家太医学长干吗 还真是什么话题 你都能扯到保媒拉签上 我跟你说啊 我这段时间所有情况 你都别跟太医学长讲 他越是有能力 我就越不想站在你 知道吗 行行行行 你自立自强 雌雄统体行了吧 不过说实在的 那你跟那个太医学长 上次的太医学长 带你家去怎么样 菲菲 你看那个人 像不像叶瑶瑶瘦 哪个 就那个 就是这样的那个 哎呦 求你了 那也就麻一点的 你怎么让我看得清楚啊 菲菲 你在这儿等我啊 我去看你的 哎 哎呀 你别跑那么快 我看那个不是 喂 太医学长了 哎 你有空吗 我和初夏啊 在郊区的一个公园 你要不要一块儿来玩啊 这儿的环境挺不错的哦 我 可能还有公司的工作要做完呢 那你到底能不能来啊 哎 你有空吗 哎 你有空吗 我和初夏啊 在郊区的一个公园 你要不要一块儿来玩啊 这儿的环境挺不错的哦 你要是还来得及的话呢 你就过来 好 好 好嘞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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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说得好 好嘞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看错了 那人不是叶教授 哎呀 你看下这么大的雨 我觉得那叶教授也不会来的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行 我先歇会 先歇会 歇会 走 杨茜 你这脸色不太好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再试 der 你 我 你 Glenn 你 英 我就有人这样 拯动肩 你怎么有东西 你怎么坐 我去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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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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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谁把我们送回来的 泰铁学长吗 还不如他们 还不如 到底谁呀 慢点喝 谁呀到底呀 我上辅导班去了 我主角吃饶啊 到底是谁呀 二鹏书 二鹏书 你怎么在这儿 我去昨天打针的诊所 帮你把药去了 你怎么知道我病了 是你 借我回来的 对 本来打算深思一点 给你留足够的时间 考虑我的建议 谁知道两天没见 你自己又搞出这么多事情了 哪有多事了 不过 还是谢谢你 这是一个未婚夫对未婚妻应该做的 沈总 你差不多行了啊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我要去便室 没空跟你聊 我送你吧 不用 我还是送你吧 你把报纸拿到了 孟静夏 你该不会是因为被亲了 所以不好意思吧 怎么样 第一次 你最新的 我没有 你 是 自然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uitar so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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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疼吗 没想到这个猥琐的人渣竟然还有同伙在车上阴险 如果就他一个人的话凭我的身手 我绝对不可能吃亏的 我刚才都看见了 虽然架没打赢 不过因为你的行为全车人都受到了鼓舞 一起把坏人哄下去了 都是你的功啊 要不 我去给你买点药 擦一擦吧 都流血了 不动也可 没有 我刚才把银子抱过来了 对 我就给你 你 等一下 我 你是若男的未婚夫 很巧我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 也是因为若男 若男过世的时候 交代我要一辈子照顾你 作为一个男人既然答应了 就要细手承诺 尽管 你一再地说不需要照顾 可当我看到你发生状况的时候 比如大雨天病倒在郊区 我会感觉到 自己并没有尽到责任 如果你成为沈安的太太 我相信生活会容易得多 若男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安心的 等等等等 你都快把我绕进去了 抛开若男的问题不说 我对你 真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怎么嫁给你呀 我对你梦惊吓 也并没有喜欢到哪儿去好吗 你很清楚 我需要一个婚姻 来完善自己成熟企业家的形象 你既得到了照顾 我又得到了婚姻 我们各取所需 不好吗 不对 当初你跟若男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就对你这种论调不能苟头 各取所需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每一个女人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女人可以为了物质牺牲爱情 也有的女人愿意为了爱情忽略物质 我知道你不是第一种 但是很不巧你好像也不是第二种 你说过 你自己 根本就不期盼爱情 没错 我的确觉得爱情离我远的要命 那也不代表 我就可以嫁给任何一个男人吧 沈先生 你从来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希望所有人能够按照你的规划来生活 嘴上说 跟任何一个女人结婚都行 却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到底能不能给你未来的老婆 所需要的东西 不是所有女人都觉得 只要准时拿钱回家 不在外面乱搞就是好呢 我梦初夏从来没有想过 要谈一场荒荒烈烈的恋爱 但是说要找老公的话 一定会找一个 能把家庭当家庭 而不是当装饰品的男人 让你体会到家庭的温暖 这不难啊 我完全可以做到 不是这个意思 沈先生 我能说的 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 我相信时间可以让你慢慢冷静下来 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也不知道 记得 兔电药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飞 你看 好像真的有很多美女 现在手机没有很多软件 都可以找找聊天 还可以查找周围的朋友 摇摇 还给摇出美女 初夏 你不知道情有可原 因为你的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 但是某些人不知道吧 就太艺术了 你还上房接瓦了是吧 有什么事是我丁飞不知道的呀 初夏 我跟你讲 现在照片上看着不错的人 百分之八十都得归功比 PS技术还有拍摄角度 所谓四十五度角 人人倾倒 正面一看 看了就跑 真正的帅哥美女 哪个不忙在现实生活中应酬 还顾得上玩你这交友软件 只有某些屌丝才会乐此不平 谁说的 你看 这人就是律师 律师又怎么了 你看人家背后又是古堡又是别墅 一看就是在欧洲啊 我求你啊 现在随便上网当着照片 就说自己欧洲有的 这种人我见多了